大家都知道 是今日這個時代媒體經營面對諸多的挑戰 但是我們星島不忘初心 一如既往堅持本地的製作 希望可以得到你們的支持 請你點擊屏幕下方的Buy Me A Coffee 連結 直接贊助我們 可以參加我們的Buy Me A Coffee 俱樂部 所有會員將會享有豐厚福利和禮品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 我是鄭英傑 共和黨的總統初選 似乎已經開始很緊湊 每天都有很多爆料 因為今次的選舉 根本也離不開特朗普的刑事起訴 而且每天的新聞都變得很快 甚至可以說跟不上 所以我倒不如說一下其中一個候選人 Chris Christie 克里提斯 因為他是最敢攻擊特朗普的 而且我認為他的觀點是比較合常理 他都不算在今次初選裡 唯一的溫和派候選人 他曾經是特朗普的親密戰友 他在2016年共和黨總統初選 得不到提名 他於是立即宣布支持特朗普 後來還加入他的智囊團 他今次捲倒重來 被傳媒質疑 究竟他是否兩面人 他也承認 他走特朗普路線是一個錯誤 他說每個人都會做錯 但錯了就要承認 他說他當時已經知道特朗普的決斷在哪裡 不過也是跟很多人一樣 加入特朗普的團隊 他也希望能夠盡他的一分力量 為美國創造更好的未來 四年之後特朗普是一個什麼總統呢 他曾經說過他親自挑選的白宮成員是最好的 四年之後他政府最高層的人士變動 是破了紀錄的 很多有色之事都雞飛狗走 他上次競選連任的時候 只得三個前任高官支持他 克里提斯當然不是其中一個 他的競選策略 就是要揭穿特朗普的所謂大選鵝片 以及他在1月6日暴動的煽動角色 問題就是在共和黨的選民眼中 克里提斯這些口號不是贏家的策略 如果你根據民調 有七成的共和黨選民 根本認為拜登不是合法選出來的 克里提斯反駁 有什麼重要得過說真相 他說真相這件事是沒有談判餘地的 其他候選人當然明白 特朗普是說謊的 但盡可能就不會突出這個觀點 克里提斯提醒各位 他的對手迪桑提斯 即是佛羅里達州的州長 上星期中央都承認 特朗普當然是輸了上一次的選舉 傳媒也有留意到 克里提斯就不是像喪敵提斯那樣 很強調現時共和黨那種文化戰 譬如說不容許那些功效教師 經常強調同性戀、跨性別的認知 克里提斯的看法就是 這些議題應該落在家長的身上 政府不應該花太多時間 教家長怎麼做 他支持家長在公書教學方面 有多些橫視權 其實教育政策 一向都不是總統選舉的層面 一個重要話題 近幾年被大右派抄熱了 他在很多國內的問題 基本都是保守的 好像墮胎 他是不支持的 憲法沒有針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最適當的做法 就應該由每個州自己去處理 邊界非法移民 他認為控制邊境 亦是關乎到控制分泰離 流入美國 他對非法移民的態度 肯定不是大開方便之門 槍械管制 這個問題差不多 很難有什麼灰色地帶 克里提斯 很多年前 是支持禁止擁有攻擊性武器 他就說 根據他過去做了七年 聯邦檢控官的經驗 他說我們應該花多點時間 利用現有的槍械管制條例 烏克蘭這個危機 他當然就不像特朗普那樣說 一個電話就搞定了 他說美國一定要力撐烏克蘭 但不會派軍隊直接介入 他說很多權國家 對美國的臨場 虎視眈眈 所以美國和西歐國家 在這個危機上 一定要團結一致 否則後果就不堪設想 克里提斯 做州長的時候 是以溫和派的管制方式 而打香的命堂 他偏保守 但亦以武神的態度作出決定 譬如 削減開支 限制物業稅增加 都是當時很受歡迎的政策 他任內的時候 雙澤西州 亦經歷了一場超級風暴 造成700億的財物損失 233人上升 他的危機管理 可以說跨黨派受到表揚 他亦公開讚揚奧巴馬總統 提供緊急聯邦支援 亦因此 令保守的共和黨人不高興 這些亦是克里提斯的作風 他不太重視意識形態 所以他競選州長連任的時候 他接近六成 擊敗民主黨對手 他未做州長之前 小布殊委任他做聯邦檢控官 起訴了很多貪腐的公職人員 民主黨也有 共和黨也有 他的政績當然不是無瑕疵 他任內一個最大的醜聞 叫做Bridgegate 就不是Watergate 或者可以亦做過橋醜聞 你知道 新澤西州和紐約 是靠一條橋連接的 就像三藩市和屋倫一樣 接近新澤西州有一個小城鎮 這個市長是民主黨的 他不支持克里提斯 競選州長連任 克里提斯有幾個資深助理 透過海港管理 將舟仔和橋橋之間的一段行車交通 由三線改為一線 連續四天造成交通大混亂 就是要懲罰民主黨的市長 不過這些政治報復 直接危害到公共安全 也令到無數上班一族 雞毛鴨血 這條橋叫做 喬治華盛頓橋 是全世界最繁忙的橋之一 這個事件 促使聯邦政府帶入調查 克里提斯有兩名助理 被控鵝騙 而且被定罪 但聯邦大法庭推反裁判 認為這些交通安排 未足以去到鵝騙的地步 克里提斯由始至終 重申對這件事件不知情 但也污染了他的政績 我認為克里提斯 他算是比較坦率的候選人 他贏的機會不大 但我認為 在這麽重要的時刻 他能夠說真話 為了美國的民主前途 這把聲音其實是最重要的 其他候選人 一說到特朗普 望前望後 甘願看特朗普的臉色做人 克里提斯的賣點是 他做州長八年 立法議會是民主黨控制的 但他是抱著不分黨派的精神 通過很多選民關心的民爭議題 他給我的印象 他都算是一種包容的胸襟 我也留意到很多主流傳媒 經常找他說話 幾乎好像是他們的特派員 有一位網民的比喻 我認為也是對的 你要批評特朗普 你就不需要文質彬彬 當然你也不需要用他那種 粗暴侮辱女性 種族歧視的字眼 更加不需要像特朗普那樣 無中生有 但你也要積言不諱 千萬不要被眾就卿 既然你多數都不會得到提名 幾大都只是今次一生難途的機會去到盡 有碗數碗 有碟數碟 我認為親左的主流傳媒 也都借克里提斯去抗衡特朗普 每天發表的謀論 克里提斯上福治新聞的次數也很多 所以如果作為候選人 他的傳媒曝光率已經取得了很多分數 那你說對民調有沒有幫助呢 這件事就沒有人可以擔保的了 但你說傳媒沒有興趣找來訪問的話 這就一定吃虧了 今天講到這裡為止 下個星期再見